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吉星有些什么呢 天解 八座 六分 象星和金贵 这些星解了天解 接着其中那四个都是因果关系 四个一起解 天解星说了 将所有问题给你解决 大事化小就少事化无 随意门 随意门 即是将你的问题解决 就不是解决提问题的人 不是解决提问题的人 是将提问题的某个人的问题解决 真正正正解决问题 好了 师傅说那四个为什么解决 那四个全部因果关系 八座 六分 象星和金贵 全部都是公分 公民那些 那好了 你说刚刚有将星 那就带兵出去打仗 三台将八座 那打仗 打完打圣将回来 自然会受到皇上封赏 那变六分星 那六分星 六分星 打完将回来 加官进将 那变八座星 什么叫八座 八座就是三台和八座 坐在一起的 就是领掌 解释清楚一点 八座星 第一个大堂里面 主家就坐在上一个位置 另外下面是否有八张椅 那八张椅就为八座星 那八张椅为八座 升得到内堂里面 当然是家观进着 有名遇有地位 那当然是有钱 那今季星便是奖钱 这么简单 就是今年有名有利有钱 什么都有 跟猴年差不多 好啊 那就是鸡猴 鸡和猴 鸡是今年三合 猴和鸡都好 三合 还叫三合八金 是 自有丑三合就化金 OK 那这个是什么 都有空星 都有空星 空星都OK 很厉害的 但是有天界的声 其实厉害得起来 都不算太大问题 好了 空星有些什么呢 白虎 天虹 飞廉 血刃 浮沉 大煞 和红炎 红炎 红炎 很香炎 红炎是否就是撞鬼 红炎 是否就是撞到聂小线那些东西 我待会说完给你听你是害怕 咦 好 先说白虎星 白虎是一种很大的空星 白虎星主破坏型的空星 怎么说破坏 就是主攻你 主动去破坏 有破坏没有建策 主动去破坏你的东西 不是风水的左星楼的白虎 不是那只 不是那只白虎 另外一只白虎 白虎星是主破坏的 主破坏損伤 严重意外 与家人关系疏离 其中一终结�雨 导致感情问题 或对家人相关系 つ end灾之原谈其次 弃义百虎星 亦 Totally different 强势的女人打压 强势女人,即是残鸡婆 即是隔壁吃屎,陳思拉那些 那些還要打压 被她成功打压,真是 最重要的是,小心被貓傷 白虎星 是貓科 貓科動物,小心被貓 即是不要療貓 不要療貓 養育狗,會否破了白虎 那就不關事 貓鏡狗,狗很小 那你說我的獎也可以 你說算也可以 天紅星,很簡單 不要搶出頭 是非皆因,多開口 煩惱之外,搶出頭 非廉星,非廉也是主要誤會是非 那些古靈精怪 血印就是血光之災 捐血便可以 浮沉星,更嚴重 浮沉星的主事情反覆 容易變動 變化多 即是計劃,容易撤 說好了,突然間臨場 也不是這樣,反覆 真是慘 這樣就麻煩了 又簽得了,簽得賣樓 都是不賣的 是的 那地產佬就多得你不少了 大哥,正在等著開飯 那你就真的等到他女朋友收金 都未買到樓 好,浮沉星還煮一件事 煮水劫 不要游水 今年真的不要碰水 近水都不好 尤其是七月夏天幾個月份 鬼門關大,可以找替死鬼 出浮沉 水鬼就最喜歡找替死鬼 是的,一定是冤死 水鬼是最喜歡找替死鬼 好了,大薩主橫禍 意外之災,飛來橫禍 我都被誤傷 誤傷 記住是誤傷 莫拉拉多達拉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好了,世海光聞到 熊劍桃花 熊劍殺是甚麼 熊劍殺 全名是甚麼 熊劍桃花殺 熊劍桃花殺 會怎樣 小心,色肉陷阱 耶 即是黃腳雞 你以為是聶小善 聶小善也是黃腳雞 都是黃的 都是黃的 捉被阿樹妖 黑沙那個樹妖 捉被黑沙老妖 不是,捉被阿樹妖 阿老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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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被阿老佬 阿老佬 其實都是一個 色肉陷阱 即是台灣叫仙人跳 國語叫仙人跳 這些叫甚麼 黃腳雞 小心點 是 雞年的人 紅艷桃花殺 這個不是小事 不要以為有天界星 你真是不要以為 有美女 肯和你約你出街 肯和你吃飯 那你就真是害怕 你給5元買個手袋給我 肯和你過一晚 是啊,很難 不要相信這些 上面有幾個大隻佬等著你 真是 傻了 好了,說回事業 好 雞年的人的事業 今年當然是 有八座六分將升 還不好嗎? 沒得頂 不過 將升六分八座這些 將升六分這些全部都是 因動而生財的星 將軍又要帶出去打仗 打完仗 打勝仗回來才有六分升 才有六分給你 那就是一定要走 多走動和武織 嗯 力不道不為財 你不走動多些 是呀 位於熟雞的那些警察 多偶多兩棍會不會有 多偶多兩棍是做業的 那些是做業的 那些是做業的 那些是沒有騙一些OT錢 OT錢沒有他的份 警察 沒有他的份騙 他們那些做業的 做業 那做業怎麼會給六分 有六分的 你們那些六分是正常的 那些荷蘭水果也有 全部都是他們包給你 連荷蘭也有 你們有的 不奇怪的 好 財運學習 小朋友學習都很適合 今年思路敏捷 學習運街 今年有什麼學業上的問題 很趕快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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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打電話 你不要打電話 不行 所謂有六分星 所謂一六就聖千才 六分星就指朝廷諷六 有利公職和非民職的人士 變動動才可以生財 今年有金貴升 金貴升就好得來 做經紀、做中介、做Sales 那些就對了 對 但是金貴升有度不好 他幫你賺錢之餘 他就會引你去花錢 那應該的 你賺得當然要花錢 你會皮休什麼 有任務出 你師傅這樣 不要 你要花錢 真的刺激一下經濟 現在經濟這麼厲害 幫一下食肆也好 幫好啊 幫好就行 記住 感情方面 太歲相合 當然是正邊桃花都旺 旺得來 男女單身的女士 現在說 女士小心 多了很多二路因緣 什麼二路因緣 知不知道什麼叫二路因緣 未聽過 二路因緣 就是大過自己十年 小過自己一年 那些為之 老夫少妻 或者是個學生男朋友 小鮮肉 子弟戀 子弟戀 但是小一年 沒什麼所謂 以前的化妝 整容技術不好 就怕子弟戀 女人是二路 對嗎 對嗎 現在大佬 博圖時救到你 又打去吃什麼 護膚品 大佬幾十歲 看起來好像四五十歲 大佬人 那些很害怕 反而男人 比起老婆 整菇 洗喉水 搞她脫頭髮 沒有魅力 洗喉水會的 當然會 這些女人才厲害 真的嗎 為何要脫頭髮 是男人 到某個年紀都會脫頭髮 你又不覺得 你脫了頭髮 你直髮浪費很多錢 浪費這些錢 你無謂錢 你幹什麼 那也是 結果她找些錢去整容 買袋 整容 結果她很年輕 越來越美 你是越來越老 唉 真是很可憐 二路因緣 除了長大過自己十年 或者小過自己一年 又或者對象 是已經結過分 現在離了分 和異地情緣 這些為之二路因緣 即是奇奇怪怪的 是的 那已婚或者密運中的人士 尤其是六九年出生的 六九年 要特別留意 容易意亂情迷陷入不倫關係 意亂情迷 容易陷入不倫的關係 那就是收拾心神 是 心如止水 是 最好就是 心願歸正 二馬修疆 好 善哉 善哉 是的 今年的身體都上可 不過如果是熟悉的女生 意亂情迷想轉運的話 都可以找西偉哥幫幫你 是 記住找西偉哥 是的 會轉運 我們在壇那裡幫你轉運 是 壇我們在九龍堂公園 三角公園 三角公園 OK 好了 今年健康都OK 是要留意一些血光之災 都是捐血搞定 被人劏雞 都是捐血 刀劍意外之傷 以及劇烈運動的時候 小心扭出 扭出 扭出不要緊 找西偉哥買正骨走 就是 真的 不用擔心 這件事絕對沒有問題 扭出的小問題 一聲說到尾 真的 這是小問題 開刀手術這些東西 手術之後最好吃紅心粉 吃紅心粉 或者買天字十號人參 一流 最害怕就是兩樣東西 水劫 真的要水劫 雞都怕水 是 水劫 還有容易被貓弄傷 又是有貓 白虎 白虎 白虎聲 容易被貓弄傷 孕婦比較窄 小心 難產 難產 不要緊 很容易化解釋 開刀手術就可以了 一來化了血光 二來化了開刀 三來可以生個B出來 一舉三就行 是不是很厲害 這樣就行 厲害厲害 好 接下來 熟狗 狗 今年 狗 營太歲 營太歲又如何 營太歲 營太歲 又要營太歲 都是一年有五個小小販太歲 我稍後講完豬 我再跟你們講 好 今年一沒有吉星就少 一中空星就走出來搞搞震 是非多 健康不好 容易有腸胃的疾病 幸好今年又有天德星在 都會幫你化解一定的空星力量 今年吉星有什麼呢 有天德星 有攀安星 還有有福星 天德星是貴人星 可以有長輩和長者 和上司的賞識和提貴 事業財運都可以的 同時天德星都是一顆 鳳凶化吉的星 還有天德星 如果有天德星 今年就麻煩做多些功德 既然要天德給你 你就當然要自己做功德 那當然要 簽一下香油 簽一下香油 印一下經放下山 支持一下手足 幫襯一下黃店 什麼叫攀安呢 攀安有人說是空星 但我這怕我覺得就是吉星 攀安主功名升遷 有什麼理由是空星呢 我不明白為什麼 有利進駐遠方 即是被人派去西伯利亞那些 是的 其實攀安 字面這樣看 攀上馬安 即是說會有動動 是的 即是很動動 以前上得馬的 下馬就問前程 你問得前程 你當然是當鎮 對不對 你上得馬的 當然是走馬難抬雷轉捧 即是升官發財 但是為什麼是空星呢 走船跑馬三分險 你上得馬安 走過正的山賊 那你是不是跑行街 但是那個山賊 原來是木桂英 那你是不是可以 農場生仔 不不不不 就是可以做大衆軍 對吧 所以說 福是禍所以 禍是福所福 禍是福所福 就是雙生的 就不是說一定空一定吉 看你的心態怎樣去面對 是很重要的 是的 正如四海哥所說的 禍是福所以 福是禍所福 禍是禍所福 攀安安星也有壞的一面 就小心一些交通意外 是的 好了 福星一定是吉星 天福天才的吉星 今年有利投資 有哪個號碼給我 四海哥 是的 有號碼給我 四海哥會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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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記得買去給那六個 不是不買那六個 是的 十九要買 十九要買那些 是的 今年的空星都有 有稅盈 有狡煞 有捲舌 寡宿 稅盈 今年的形態稅 統一太稅 和你不拒絕 當然是有些 心理壓力 是非 在困局 阻滯 遇到那些困局 自己在裏面 轉來轉去 轉不出來 轉不出來 不要緊 打個電話給四海哥 便可以 四海哥人生經驗 這麼豐富 是的 甚至我不懂 我就馬上找師傅 幫你解答 不懂的幫我找我 我不懂的 都還有人找 一夜 師傅不只是會看風水 還有是梅花液素 梅花液素 梅花液素 你問什麼事 前程 財運 分音 即場幫你解答 即場去找液經 一夜計出來 聶子一算 吉定空 馬上 食豬紅 什麼什麼 馬上見鬧 這些就是 留意我們的節目 留意 看中國 我們的專題欄目 我們有我們的聯絡方法 怎樣去幫到你們 去解除你們的困難 解除你們的疑問 好了 繼續說 說完罪刑 搞殺 搞殺 有同事 阻礙你發展 小人 阻礙你都不得止 還要兩個關係糾纏不清 嚴重些 還要煮凝辱之災 即是捕你背部 打去那個 捕灰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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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要小心 捲蝕 那些八婆口是是非 不用管 那些八婆打他 也是 男怕孤神 女怕寡宿 寡宿 狗女就要小心 經常都悶悶不露 找朋友出來聊聊天 好 事業方面 好 屬狗今年的事業 今年有攀安升 即是主遷移 地位提升 即是不可能要轉工 是的 主遷移 你說不轉 你說 我搬到隔壁的位置 不行 都可以的 最好隔壁的位置 是財位 也是 你得到我不行 你得到一定有小人 搞些小動作 阻礙你的事業 阻礙你的那樣 學生方面 都是不喜歡上學 哪有學生喜歡上學 打工仔都不喜歡上班 最好做的工作是甚麼 事小錢多 離家近 這些工 到你做的嗎 到我做的 我們這些 真的 這麼容易做的嗎 不需要我要轉行 真的傻傻的 別想這些不實際的事 不辛苦 哪裏得世間財呢 我以前不是做這行的 告訴你 繼續說 財運方面 財運又復升 一定大利偏財 今年賭馬賭波賭狗 沒有狗賭 沒有狗賭 現在只有賭馬賭波 九年真的要黏緊 拿貼士 今年貼士OK 馬平人 熟狗馬平人都準些 對 今年因為形態稅的年份 花費會較大 那就節省一點點 不要賭那麼大 賭五百元好了 一千元那些不要賭 最好預備一下花費 跟長輩吃飯 這個花費一定要給 打好人際關係 沒錯 為明年來謀 為明年謀求穩定 請他吃海鮮才行 對 最重要是三百元兩隻龍蝦 上次三百元兩隻龍蝦 真的很棒 你說你吃不完 當然吃不完 真的很滑 好鮮甜 感情方面 有天德有福星同工 已婚物運中的人 今年大放閃光彈 閃光彈到旁邊的朋友 受不了 每個人都要戴太陽眼鏡 即是九上雅坑有條路 不是的 人家感情生活甜蜜 即是狗公狗女 即是狗男女是很好了 今年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狗的男性和女性 簡稱狗男女 可以這樣說 這個文章 別人不喜歡 不是 真是的 物運中的考慮一下 拉上天窗 請喝記住找我 嗯 好了 健康方面 今年只有一個忙字 無線忙 對 忙得來還要身體不舒服 哪方面不舒服 尤其是70年和58年的出生 7058 有些什麼問題 都是啦 腸胃病 腸胃經常有 皮膚病 皮膚病 一講到皮膚病 大家要留意 這一集我們在鏡頭上 就擺這隻什麼 花灑 這隻花灑 就不是一般普通的花灑 不是一般不鏽鋼花灑 這隻叫做 尼子水花灑 這隻尼子水花灑 這隻尼子花灑有什麼 九年的人真是 開運的 九年有皮膚病 小心 不是用狗皮膏去醫治病 這隻對濕疹 特別有效 原來我發覺這個城市人 很多人濕疹 很多人濕疹 濕疹的原因很多 情緒會衍生濕疹 但是這隻花灑 裝得很容易用 老婆婆都會用 你擺開家裡的花灑 一下子吸進去 或者怕它流水 下邊的水喉膠 缺點圈再轉下去 但是下了水喉膠 是很緊的 很硬的 你就可能用士巴拿去幫忙 你要小心點 用那時候太大力 扭爆六角的位 那就不是不好 是不是 這個泥子水 原來是用一輩子的 一支可能是很貴 但是用一輩子 你想清楚 為什麼呢 你的泥子水下去 就經過裡面 熱水裡面 就排出來的水 就對你的皮膚 就很滑的 滑滑滑滑滑 像蛋撻那麼滑 豬膏 牛油蛋撻都沒有那麼滑 就是你用了這隻泥子水 這個非常好用的 那哪裡買到呢 就寄了一個地址 就在地鐵攜坊站 去攜坊站下車 就走過來金龍工業中心 第四期 十八樓 F座 你來這裡去買 現場買 一個多少錢 好像五百塊 兩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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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無所謂 用一輩子 用一輩子 你除了都可以 幾元一天 一個二千元 一個二千元 這樣就 你真是對的 如果你醫治 真的對濕疹好的 說到二千元 你買藥都不知道 買皮膚高 你都不知道二千元 你找一隻熟暑的 有天衣星貼著 只有三成都不知道二千元 所以這個是值得推介 未來我們就推介多些新產品 給大家嘗試 希望大家多些關注 多些支持 說到最後一個 屬珠 4號最關心的 吉星 十二生肆 今年只有他一個有 什麼星 4號最關心的 逆馬星 今年只有他有逆馬星 今年移民哪個生肌好 就是屬珠 我大兒子生肌 逆馬星動 唉 今年屬珠的運勢都是平平 運勢就好壞參半 要用學識 根據學識 根據形勢變化 而去解決問題 即是離一件就解決一件 不要織織織才去做 即是今天的事今天做 明日何其多 是的 今年的吉星是比較QK的 怎麼可以為之QK呢 今年的吉星全部都是助力的吉星 你自己不發力 他是發不了力的 即是什麼都要你自己做 他是幫 即是馬都要你騎上去才行到 你都要鞭才會跑 好了 今年吉星有什麼 說了 逆馬 金魚 金魚 即是有人抬 是的 太極 是灑太極的大王 太極的好東西 這顆星 一抱一推 要動的 逆馬星是主變動 遷移 代表動中生才 根據生活上一定會多變動 旅遊運也很多 香港也有得你旅遊 去看看紅葉 去拜山 拜山 拜神 去大嶼山也可以 拜神多 神比佑 說得多 嘴唇口感 周圍去一下 應一顆逆馬星 也有可能 逆馬星大機會搬家 是嗎 是 有錢的無房 搬一搬屋 上屋搬下屋 是的 我待會說 今年看哪裏地運好一點 好 下次 下次 好 金魚 問問四海哥 什麼叫金魚 金魚即是黃金的筷子 魚即是筷子 黃金的筷子是主金文財伯 但是你也要抬 那當然要抬 說明筷子 沒有人抬不懂得走的 是呀 筷子不會自己走到你那裏 你要走過去抬 擔他過來的 大哥 為什麼有金魚星和逆馬星 我講得這麼大聲呢 我講幾個節 你聽 馬奔財鄉發如虎 就是 那屬豬的財鄉在哪裏 下次再講 有逆馬星 你衝去財鄉 當然是發過豬頭 但是你也要指引馬 其實還要馬 插邊插去 走去財 你還要落地 擺個金魚 夾了幾條金條 放在馬上才行到 大佬 那些錢不會跌下來的 記住 今年財運都OK的 但是 先向哪個方向 東南西北都對 東南西北都對 哇 四方財 又逆馬星 一定要動手 一定要動 一定要做 你看一下我們偉大的特首 何時開飛機給你搭 太極星 太極 不用說 陰中有陽陽 中有陰 這是一顆誤性的星 那為什麼誤性的星呢 它會引發你發揮自己應有的能力 你自己平時不覺得的 但是你是有的 的能力去解決問題 嗯 那不說那麼多 那都是誤性的星 就好像我那樣 就是 明明之眾人點一個火柴 你從此普渡眾生 是 是 從此就踏上這個風水熊 嗯 那好了 今年空星只有兩顆 天狗 天狗吊客 那什麼叫天狗呢 那都是主破財星 破財損耗 是 是 一不敷出 是 小心被人騙 就是那些 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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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有 頭面的破 頭面的流血事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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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筆錢過來可以鬆綁 或者 我剛剛計成那些遺產 現在在英國 英倫得二千銀行 有幾百萬 但現在需要一筆錢 需要十萬 你給了五十萬 我幫你開個戶口給你 其實很簡單 你說 那行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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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立即跟他講 喂 我香港那些 五十萬 沒有問題 銀行要守住 十萬 你扔十萬 給我 那些 這樣解決 就搞定 立即收線 當然 那釣客 家中有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 健康 健康要留意 過馬路 拖著他們過馬路 小朋友過馬路 拖著媽媽 另外 今年 忌探病 問喪 直氣吞熟 百無禁忌 事業 今年就逆馬聲動 不用說 甚麼都要動 甚麼都要自己去發掘機會 出來動 有變化中創造機會 以自身努力 加上吉星的輔助 才會有好成果 有利多走動的工作 爭取表現機會 今年學生的學業運 比較波動 容易 怎樣說 心不定 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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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放成 怎會心散 多些出去 多些出去做戶外的貨外活動 戶外的貨外活動 加強自己的自信心 OK的 好 今年財運方面 財運 多勞多得 日日做到沒有停手 真的日日做到沒有停手 就多些走動 自應用逆馬就一定要走動 逆馬金魚一定要動 走動方面有甚麼事業 做經紀 做經紀 賣車都可以 抹車 抹車很辛苦 賣車 賣車 尤其是賣車 你賣那些 TASA 寶華那些 甚至去做順風也好 順風也好 每天都要推車四位走 你不要說 這期最好生意是順風 香港曾經首富 感情運方面 今年有逆馬星 多些戶外活動 容易認識異性 逆馬星真的甚麼都對 我發覺 你要認識女生 當然是外面 難道你在家裡認識女生嗎 我未聽過 健康方面差一點 抵抗力會下降 老人家和小朋友 就特別要留意了 如果有長期病 今年就因為長期病的反覆 而引致有新病 有新的病進來 你說可以保持健康 這裏 金銅大廈這裏 這個單位 除了賣花灑之外 其實賣一些離子水的產品 都不少 那些水龍頭 你長期喝 對離子水的話 如果你有這方面科學常識的話 你會知道離子水對人體的健康 就好像一層保護膜 是的 你長期喝就非常好的 是的 大家如果真的有空 走開過來 即是逆馬星凍那些 屬豬那些 屬豬逆馬星凍那些 我住柴灣 不是這樣嗎 過來葵方 你可以走過來的 怎麼走 慢慢走 真是慢慢走 總是等於這個 不積歸步何以千里 你只要有這個恆心 你走出第一步 那些戰狼那裏 你說住柴灣 天內地都不走 那你一輩子都不會走到來的 況且現在交通便利 這裏這麼近地鐵站 你搭地鐵 走去搭地鐵 走去搭地鐵 你住黃竹坑 你搭地鐵 大佬一小時一定到葵方 你去葵方 走到天橋那裏 又是逆馬星洞 快要變成藍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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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了 師傅 十二生肆 差不多講完了 在這個節目接觸之前 我們提醒大家 看了這個風水豪潭這個環節 我們希望在這個 Column 裏面 就不斷有 我們都歡迎觀眾 就將他家裏那個環境 四周的環境 他說 哎呀李奇 這些兒子又不聽我的話 老公又好像不是很生性 賺錢又不是很順 投資股票又做了一大堆蟹 師傅有什麽解決 不要緊 你將你家裏的Follow Plan 你影響了 然後最重要是在Follow Plan上面 最重要是分了東南西北位 告訴我們 還有你將你自己想問的問題 寫下給我們 還有能夠將你的門窗 出去那個環境 你能夠拍到的 就傳過來 那就更加好 就是越多資料越好 我們就希望 跟製作單位都合作到 我們就希望 在雲雲的觀眾裏面 就可能每一個月 我們選幾間 抽兩個 就親自抽兩個 就上門 師傅上門 幫你們看風水 怎麽去擺位 怎麽去搞 希望幫助大家 留意我們的節目 就是多多益善 少少無虧 少少無虧 我們就 福記遊歸 福有遊歸 當然 今天的節目 十二月生節 我們講的差不多 講完 我們不久的將來 分別會去外景 介紹一下香港的地雲 在哪裏 這個重要 香港的領導人 去風水地雲 現在住在澳灣局 跟他的命格有沒有相沖 我們去外景 看看這層樓住不住 這居住不住 介紹一下煞 風水好 好在哪裏 我們希望多些環節 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尤其是我們和製造單位 都講 在漢中國 我們將會有一個欄目 寫風水 喜記 希望大家多點留意我們 多點鼓勵我們 多點按旁邊的小鐘 可以看 OK 好 歡迎我們多點訂閱 我們這個環節 訂閱我們的頻道 畫畫環節 看中國這個頻道 好了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拜拜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